親戚颱風 泥沙成形 向局發布海警 全臺八個縣市 嚴防豪雨 論文爭議不斷 臺大通過新智 交論文必須要進行 原創性比對 指揮中心成立一千天 今天新增了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八例 中共衛食大明天登場 習近平第三任期備受矚目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十月十五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凱英 首先來關心的就是位在菲律賓 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 今天下午兩點已經增強為 輕度颱風泥沙 中央氣氧局下午四點 也發布了海上的颱風警報 持續關注後續的動態 而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槍局也針對全臺八個縣市 發布了豪雨或是大雨特報 其中臺北市的山區 更要嚴防超大豪雨 搜救人員花了很大力 才將受困的遊客救出來 宜蘭的今月瀑布 四五號溪水爆炸 九名前往當地溯溪的遊客受困 所幸全數救出 無人傷亡 依然好雨不斷 不只遊客溯溪受困 臺東海岸也出現長浪 臺東綠島風速增強為三到四級 海岸也不斷出現長浪 由於位於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吸壓 四五號持續增強 下午兩點發展成為清台泥沙 氣象局下午四點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他的暴風半徑則是一百二十公里 預計他在未來會朝西北溪 逐漸進入巴士海峽 而在這個過程中 他的強度還會再增強 暴風半徑也還有機會再更為擴大 共犯效應下 凝沙的水氣配合東北季風 逐漸增強 氣象局也針對北北基儀等縣市 發布豪雨及超大豪雨特報 週日到週一這段期間 整個東半部地區 桃園以北地區都要盛防好大雨 尤其在東北部地區 雨勢會相當的明顯 而且持續 那西半部地區的話 也會有一些短暫雨的狀況 氣象局提醒十六號和十七號 東半部地區要盛防好大雨 西半部的山區要盛防貪方落石 地外地區要小心淹水 此外公辦效應也讓沿海風勢增強 西半部沿海甚至可能出現十一級的強震風 氣象局也請民眾留意 記得陳嘉欣 張國良 張明澤 林靜倫 綜合報導 民眾黨的部分區立委蔡壁如 因為論文的事件 昨天宣布辭職 移缺是依法由新庸集團的無心營地補 而近來政治人物的論文 爭議不斷 台大會議昨天就修正要點 要求所有的碩博士畢業生 提交論文的時候 都需要進行原創性比對 並且請指導教授檢視比對結果 才能夠辦理理校的手續 至於相似度的百分比上限 是由各系所來訂定 而教會議也確認 未來只要學生的學位被撤銷 教務處將會主動提報人事單位 會追究指導教授的連帶責任 提交論文必須進行原創性比對 教授簽名後才能畢業 台大部分系所早已落實 林志堅案爆發後 台大七月以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碩博士學位論文 都需進行原創性比對 十四號教務會議正式修改校內規章 要求繳交論文學術原理 及原創性聲明書 才能辦理理校手續 各系所各領域不同 台大將相似度百分比的上限 交由各系所訂立 若論文經系統比對偏高 教授檢視後不覺得抄襲 簽名後一樣可接受 而台大研究生協會 與多位學生代表 也在教務會議提案 修正學輪處理要點 新增指導教授的課責處置規定 台大教務處認為 學輪處理要點是處理學生問題 而非教師 直接修改要點不合適 最後做出附帶決議 未來只要學生學位被撤銷 教務處將主動提報人事單位 追究指導教授連帶責任 台大過往要有人檢舉才會追究指導教授責任 以林志堅的指導教授陳明通為例 八月中台大受理檢舉後相關程序仍進席中 此次修正法規情節嚴重者應可稍微加速流程 檢小會郭俊麟臺北報導 再關心的是臺北市的選戰 蔣安是持續猛攻 陳時中護航高端 批評他已經到了不知所云的程度 而陳時中則澄清了EUA審查 是一項沒有錄影 擔心專家學者被抹黑 會造成國家損失 另外由於蔡壁如 因為被撤銷碩士 辭去了立委的職務 是否會衝擊選情 黃珊珊說不擔心 肯定蔡壁如佩服他的勇氣 臺北市選戰 來應持續猛攻高端議題 不過前衛府部長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陳時中 反問蔣安安是不是希望我們 別買到疫苗最好 對此蔣安安是再批陳時中 護航高端已經到不知所云 當全世界都在搶購BNT莫德納的時候 只有陳時中在搶購高端 為這個尚未解盲 然後就急著去簽約 甚至現在還有可能將近一百七十萬劑 要銷毀 這是人民無法接受的 陳時中澄清疫苗採購程序完備 十五號也是指揮中心成立一千天 總統蔡英文力挺防疫表現 陳時中也表示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而國民黨是不要再拿疫情當提款機 上午她跟對手黃珊珊同場 兩個人互動冷清 由於民眾黨立委蔡壁如 因為論文抄襲 辭去立委可能也會衝擊選情 不擔心選情受到影響 黃珊珊是肯定蔡壁如負責任的態度 不過現在她跟民眾黨關係緊密 卻以無黨籍參選 是否仿效 柯文哲參選模式 黃珊珊表示 重點是放下政黨跟意識形態 拋出組聯合政府 為市民謀福指 記者和言朋友組 邱福財 台北報導 至於九合一大選 藍營的母雞盧秀燕 今天是跟台北市長的參選 蔣萬安合體交流 台中的潭子運動中心的設計營運 此舉是引發率應對手 蔡吉昌批評 盧秀燕是想要為 這個競選正副總統來鋪路無心市政 接帶來參訪交流的 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臺東市長盧秀燕 這幾天 除了兼顧市政行程 也積極扮演國民黨母雞角色 上禮拜先會新竹市 林根仁 基隆謝國良站臺 十五號上午則前往南投 拉抬許淑華盛世 幫忙同黨外縣市首長 參選人輔選 還有城市治理方面 都一定會跟盧市長密切的合作 潭子公民兒童運動中心 是台中第一間 結合成人與兒童需求的體育場館 盧秀燕分享設計的理念 也澄清借帶蔣萬安 純粹是市政交流分享 並無其他選舉考量 不夠對手 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蔡奇昌批評 盧生燕吃碗內看碗外 質疑他有意更上一層樓 拚正副總統 若無心市政 應該讓有心想改變台中的人 來擔任台中市長 大家都說盧市長 正在佈局總統的大選 那台中市反正四年來 他的大建設都停擺 四年來承諾的支票都跳票 這個台中市的重責大任就交給我 九合一大選剩一個多月 台中選戰也進入白熱化 藍綠隔空交手主導話語權 也爭奪米光燈焦點 記者民風彭安群綜合報導 中選會公布了參選人的財產申報 宜蘭縣長林茲廟的現金存款 都是零元引發熱議 林茲廟是表示選舉一到 民進黨就栽贓抹黑 因為江崇元申報也是零 怎麼只挑他檢討 江崇元是回應說 現金零元是因為銀行的帳戶 未達申報標準 而且他沒有七千多萬元的 不明金流 也沒有利用幾十個人頭帳戶來洗錢 宜蘭縣長林茲廟與民眾拍合照 心情不受影響 中選會十四日公布 各候選人財產申報 涉及財產來源不明等最顯的林茲廟 被發現現金存款接零元 引發外界討論 林茲廟受訪時指出 選舉一到 民進黨就栽贓抹黑 民進黨以來縣長參選人 江崇元申報的現金存款也是零 怎麼只挑他檢討 那江崇元市長他也是一樣 他的存款也是零 現金也是零 對不對 為什麼只挑我呢 根據中選會的資料 林茲廟除現金存款接零元 還有兩筆債務 市由分別是周轉金 與保單借款 另外還有五筆土地 一筆建物均於銀行信託 改變羅東 讓羅東成為驕傲的城市 江崇願於黨公職高呼口號 誓言要翻轉羅東 但他的財產申報 也被對手發現無現金存款 珠寶債務等 但有兩筆土地 一筆除續刑受險 我們沒有資金來源不明的一個情形 我們也沒有幾十本的人頭帳戶在洗錢 針對林茲廟的質疑 江崇願回應 他的現金存款零元 是因為銀行帳戶未達申報標準 且他與林茲廟不同的是 他沒有七千多萬元的不明金流 也沒有利用幾十個人頭帳戶洗錢 記者林靖倫宜以來報導 中共十大即將在明天上午十點鐘登場 有關習近平的第三任期 還有台海局勢 近來美中之間 因為台灣問題激烈交鋒 美軍第七艦隊指揮官湯瑪斯 強調要針對中國不負責任的行進與反制 將會定期派軍艦自由航行 通過台海 中國軍事擴張不斷 尤其八月更對台大規模軍演 甚至試捨飛彈 美軍第七艦隊指揮官湯瑪斯 批評這是不負責任的作法 強調針對中國行進 不予反制 北京只會繼續往目標邁進 這正是為何美國會執行自由航行任務 也稱讚澳洲加拿大也加入穿越台海 美加艦艇上個月二十號才聯合通過台海 雖然湯瑪斯表示 不是所有的自由航行任務都是針對中國 但是任何國家做出的過度主張都會是目標 而近來台海局勢受到關注 尤其中共二十大將在十六號登場 十五號先舉行記者會預告會議的議程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將於明天上午時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 召開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二十大期間將舉行十場記者會 由於關乎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 以及中共高層的人事異動 近來美中角力激烈 解決臺灣問題總體方略也備受關注 都將影響接下來兩岸的未來走向 記者韓藝朋友組整理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廷對烏克蘭的立場似乎有軟化 十四號表示現在已經沒有必要再進行大規模空襲 國內增兵動員計畫兩週之內將會結束 烏克蘭總統 已經從俄軍手中奪回六百二十七個聚落 其中也哈爾科夫東部最多 而美國十四號也宣布對烏克蘭加碼七億兩千五百萬美元 折合臺幣超過兩百三十三億的軍事援助 包括高機動多管火箭炮系統海馬式的彈藥 以及反戰車武器高速反輻射飛彈車輛與醫藥等等 沙烏迪阿拉伯十五號也宣布向烏克蘭提供四億美元的人道援助 至於俄羅斯總統普廷在哈薩克參加一場亞洲領袖高峰會後 十四號對媒體表示 他目前不打算對烏克蘭進行更多大規模攻擊 因為主調指定目標都已經擊中 俄方並不想摧毀烏克蘭 也不會擴大動員 上個月目標三十萬人的預備藝人員徵召 將在兩個禮拜內結束 俄羅斯例行的年度大型核演習可能近日就會登場 歐盟北約警告對烏克蘭動用核武將招致嚴重後果 普廷也嗆直接衝突非常危險 普廷還說不後悔發起這場軍事行動 表示越晚進行情況只會越糟 至於是否出席下個月在印尼舉行的G-20高峰會 普廷尚未決定 他也表示目前不感覺有跟美國總統拜登會面的必要 公視新聞是會重別 土耳其是發生了重大的礦災 北部黑海城鎮阿瑪斯拉的煤礦坑 因為早期爆炸而崩塌 有四十九名礦工受困地下三百公尺的深處 也至少已經造成了四十人死亡 發生災變的礦坑外 燈火通明 救難人員打起帳篷徹夜搶救 現場還有許多交集的家屬守候 陸續脫困的礦工全身沾滿煤灰 有的受傷被抬上救護車 談起逃生過程心有餘悸 這處國營的煤礦坑位在土耳其北部 靠近黑海的巴爾滕省 當地時間十四號傍晚六點四十五分 礦坑入口下方約三百公尺的深處 疑似因為甲烷沼氣爆炸而釀災 部分坑道坍塌 當時有一百一十人在坑內工作 比較上層的礦工順利脫困送醫 但有四十九人分別受困在地下三百公尺 以及三百五十公尺深處 災後礦井內沒有持續發生火災 內部通風正常 救難人員已經在石堆中陸續挖出數十具遺體 但目前暫時無法抵達部分受困者所在的區域 總統埃爾多安指派內政部長索盧 跟能源部長多梅茲前往勘災 索盧表示目前情況令人遺憾 公日新聞是會中編譯 鏡頭回到臺灣 新冠本土疫情還在高原期間 新增了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八例 那麼中重症有兩百六十八例 死亡七十七例是八月BA.5疫情以來的次高 而最新的疫苗受害救濟審議也出爐 共有五案獲得救濟 其中一名是六十多歲的男性 接種AZ疫苗之後出現了國內的首例 毛細血管滲漏症候群個案 新冠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十五號週末新增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八例 本土病例 全臺仍以新北市八千多例最多 而中重症有兩百六十八例 死亡則有七十七例 十八月這波BA.5 疫情以來次高 在重症個案中 有一名十三歲青少年 本身有神經系統疾病 長期臥床 確診後出現肺炎合併 呼吸窘迫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治療中 另外最新疫苗受害救濟審議結果也出爐 共有五案獲得救濟 其中一名臺中市六十多歲張姓男子 他在接種AZ疫苗後 發生毛細血管滲漏症候群 獲得救濟金四十萬元 而這也是國內首例接種疫苗後出現毛細血管滲漏症候群的個案 至於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日前公佈 境內出現Omicron兩種新亞型變異株BQ.1 和BQ.1.1 已經佔新增確診個案百分之十一 對此我國指揮中心表示 近期邊境也有檢出兩例的BQ.1.1個案 都是香港境外移入 目前BQ.5仍是全球主要流行病毒株 未來這兩種新變異株是否取代BQ.5 還要密切觀察 記者在水面臨之間 台北報導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從成立到現在 今天是剛好滿一千天 總統蔡英文跟行政院長 蘇元昌也特地到場來加油打氣 蔡英文致辭的時候表示 這是她第九次來指揮中心 他感謝防疫團隊讓台灣的防疫成績被世界肯定 總統蔡英文和行政院長蘇貞昌一起發送代表平安的蘋果給防疫團隊 因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至今 十五號週末剛好滿一千天 並舉辦千錘百煉平安幸福活動 總統蔡英文致辭時表示 這是她第九次來到指揮中心 她感謝防疫團隊守護台灣 讓台灣防疫成績被世界肯定 每一次的挑戰都是非常的艱巨 但是再艱辛再困難的關卡 大家都咬緊牙關努力撐住 關關難過 我們也都關關過 一起守住了我們的台灣 而指揮官王必勝則表示 指揮中心從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號三級成立 同月二十三號提升為二級開設 二月二十七號再提升到最高等級一級開設 防疫過程包括阻斷傳播期 提升免疫期和病毒共存期等三階段 也曾經創造一年內有兩百五十二天 零確診記錄 雖然今年十月十三號國境解封 但不代表防疫結束 回顧防疫過程王必勝還開玩笑說 前年他搭專機去中國武漢撤僑 因為全程穿防護衣無法上廁所 最後悔沒聽同仁的建議 穿上尿布 這是既痛苦又難忘的經驗 此外他也三度提及前指揮官陳時中 在一千天的防疫陳時中就帶領了九百零八天 不過疫情也衝擊經濟 屏東陸續有鄉鎮以紓困為由 普發現金補助 今天上午萬丹鄉就針對了全鄉 將近五萬人發放了五百塊錢的紓困金 第一個週六假日在鄉社 還有四圍兩村來發放 比起其他的鄉鎮補助比較少 民眾認為不務小補 週六放假 屏東萬丹鄉四圍國校出現排隊 一大早大家趕著來臨補助 萬丹鄉公所發放防疫紓困金五百元 十五號上午 現在鄉社四圍兩村發放 我們今天是四圍村 另外一組是在我們鄉社村 那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大概就慢慢把這個 村給了增加 因為預計就是十月底之前 把這個紓困金給他發完 萬丹鄉三十村 預計十月底前巡迴設點 發放完畢 民眾需在今年六月三十號前涉及 才符合資格 而為了縮短排隊時間 每一戶可由一位成年人 檢據相關證件代表領取 民眾大多認為不務小補 平東三十三鄉鎮市已經有鹽埔 南州竹田等等鄉鎮 陸續發放一千到一千五百元不等的紓困金 由於萬丹鄉將近五萬人口 比起其他鄉鎮多 考量財政問題每人發五百 但因為發放時機接近年底選舉 也引發討論 近幾年房市熱絡 但是有民眾在高雄岡山區買下一棟偷天措 拆掉清閣間的裝潢之後 才發現竟然是海沙屋 目前整棟偷天措無法住人 而房仲跟原屋主卻互推不知情 只能夠提告求償 敲一敲天花板 水泥塊直接掉落 整棟房屋到處都是散落的泥塊 房間天花板一大塊鋼筋外露 根本無法住人 屋主李先生指控 透過房仲購買到海沙屋 兩年前屋主花了一千八百多萬 買下岡山區這處透天措 直到清閣間裝潢拆掉 才發現屋況有問題 招來結構技師檢測 確認是海沙屋 你的房子開始在龜裂 然後龜裂之後是整層 你那個天花板的那個 那個什麼混凝土 是整塊剝落的時候 你就開始後悔了 同一條鄉內的透天措 情況相同 讓屋主更質疑 房仲刻意隱瞞 也未事先說明 如今必不見面 只能提高 他已經離職了是不是 對 律離職有超標的狀況 那其實你是可以主張物資瑕疵 那看似要解除契約 或者是減少家境 定要在五年內提起 然後發現後通知以後 六個月內必須要提高 律師提醒 教務後實現內 可要求賣方負擔 瑕疵 擔保責任 另外若是現況說明書裡面 賣方或房仲積極保證 並非海沙屋 也可以民法第三百六十條 要求損害賠償 記者李選許證據 高雄報導 而台中雖然說上午是陰天 不過這個現場能夠讓您感受到 滿滿的熱血 還有感動 這場特殊兒童運動會 有七十五位身心障礙的選手 來參賽也透過活動要試著突破自舞 小朋友奮力將棒球投擲出去 另一頭則有孩子跨出步伐挑戰障礙賽 這些競賽不用計時 不用測遠 更沒有任何延宵位 這是台中民間社福團體舉辦的 特殊兒童運動會 七十五位參賽的特殊兒童 有遲緩 癲癇 腦心麻痹 等不同的身心障礙 平時在家庭與校園受到保護與限制 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透過參與大型運動會 能鼓勵孩子突破自我 並且提供社交環境 讓他們的身心都能得到釋放 跟互動 大手拉小手闖鍋每一道關卡 特殊兒童運動會 已經是第六年舉辦 儘管上午天候不佳 但依舊能感受到熱血的瞬間 每一位小選手 都是家長心中的第一名 記者民風波安群台中報導 謝謝提供給您各地詳細的氣象資料 有ier 請よ 記憶 請你先悶 明明你先把二位小朋友 請你先把二位小朋友 然後 立場我往第二名 翻牌水 請你先來 要不要再刷閉 我們來買一圈 有哪一圈 你去想什麼 我看看你們 去到達到二位小朋友 我會看你的 這 飛船 請你去到達到二位小朋友 我會聽到三位小朋友 接下來是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先來 你去到達到二位小朋友 好 這裡 可以來 東部地區最低位二十四度 最高位二十七度 外島地區最低位二十一度 最高位二十九度 再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雲嘉南高屏普通 而竹苗跟中部則是良好等級 宜蘭花東澎湖良好 金門則是普通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收看 再會